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就是用這個機器 來做貢丸 自己自製貢丸 是那種QQ彈彈的那種貢丸 那這個做法 你如果照著機器附的食譜做 基本上你也是不會成功 那個食譜寫了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首先要介紹需要的東西 這個肉我們用的是夾心肉 就是有肥的 有肥有瘦的這一種 千萬不可以買那種瘦的 要有肥有瘦 然後買回來之後把它切塊 切塊的重點一定要冰冰箱 而且讓它盡量呈現那種有點凍結的狀態會比較好 比較容易成功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一些鹽巴 一些這個是算是雞粉 這是為了提味的 然後這個呢鹽巴是一定要有 要有才會成功 然後這個是一些太白粉 有適量就好 那我使用的肉大約是一斤 好 來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做囉 在做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的重點 就是要保持肉是冰的 如果它有點不冰的時候 你就要盡量讓它 看這個先停下來 放到冰箱再冰一下再拿出來用 或者是你也可以加冰塊 那我們開始來製作囉 首先呢 把機器準備好 那我們把這些肉呢 放到這個機器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先切塊囉 要提醒一下放之前 一定要刀子要先放 然後你看這個肉一定有點微凍結 有點硬硬的 讓它越冰 就是也不要變冰塊啦 讓它冰冰的這樣 才會成功 好 好 都放好後呢 我們就下一些鹽巴 然後下一些雞粉 這個量都不多齁 適量就好 不用多 但鹽巴一定是要有 而且不能太少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放 太白板等一下再放 把機器準備好 好 那我們要 開始來攪打囉 我們使用強的 震動的很厲害 好 可以加一些 太白粉進來了 可以加一些 太白粉進來了 你看我按弱的喔 弱的打不動耶 好強喔 嗯 差不多可以了齁 它現在肉都已經爛了 然後摸起來會有一點黏性在 再一下 好啦 再來我們用袋子把它盛裝起來 用使用塑膠袋齁 把這些肉呢 肉泥呢 把它裝到塑膠袋中 比如我說齁 不是像使用那種冰的肉 然後就像那個食譜上說的 就是拿個 準備一些肉啦 一些什麼東西 就要做齁 你做出來肉泥 你會發現啊 肉 最後都鬆鬆散散 本來你要做貢丸 做到後面就會變成肉燥 因為它肉不會結成有彈性的貢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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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做貢丸 配合 你會不會結成功 然後我們要做貢丸 稍後 就要做貢丸 然後我們要做貢丸 雞蛋 翻炒 那我们把这个肉呢 先把它放到冰箱去冰 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来做空玩哦 放在冰箱 然后再搅落一点让它冰一点 好,我们要开始来做咯 我们在做这个之前,这刚从冰箱拿出来 做的时候旁边要放一锅冷水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用汤匙来挖贡丸做造型 丢到水里面 这个水呢,不用太滚 不要到100度C 我们不需要那么烫的水 那我们就开始来咯 来 趁它冰冰的,趕快做 如果做过程中发现它有点不冰的 就把它放回去 先沾一些水 因为现在供完很黏哦 手里沾一些水 好 稍微整个型 就可以下去了 第二颗 整个型 不要在手上把玩太久 第三颗 那供完哦 这个重点就是真的要冰 因为它其实 那个Q弹不是说什么加化学原料 它是一种 一种化学原理 一种化学原理 就是油脂 反正乳化的现象 然后让肉呢 油呢 Q弹弹 结合在一起 就变好吃的功能 那它附的食谱 那个真的 没什么用 第一次照那个作用 完全就是变成 肉燥,肉都散开 我好像捏太大颗了 或许要小颗一点 感觉有一种要跟死根晒跑 因为旁边是火 这个 在做贡丸都会很怕它 因为 身高太快 好 差不多这样子的量 一汤匙 其实大小哥随便你 那 有人想要吃香菇贡丸 你在最后搅打的这段 再加香菇 香菇的碎末就好 最后阶段 就快要完成拿起来的时候 拿起来 这样 搅一搅 水 水不用滚喔 所以我们大概就让它 不用到100度 差不多了,我們可以準備把一些浮起來先撈起來了 因為這些我們都不是會馬上吃,所以不用煮太久 到時候呢,我們先把它拿起來放冷 放冰冷凍庫或冰冰箱冷藏 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煮湯或是做其他的料理方式都可以 這個自己做的很放心 絕對不會有什麼添加物 不需要加什麼食品添加劑 吃起來安心又好吃 而且呢,先用機器做真的不麻煩 可是如果沒有機器你的時候 你在那邊光要把肉倒成那種乳化中的肉 你就很辛苦了 那個步驟就很辛苦 好,來,完成囉 這就是我們的貢丸 到底Q不Q彈,試看看 好,我們的Q彈終極實驗開始 這次做的貢丸呢 K 個人是覺得挺滿意的 Q度很不錯,你看 端腰端腰端腰,按下去會彈回來的 如果說你就照著食物那樣做,你做出來應該 按下去就會碎掉變成肉燥 那 很期待明天來吃看看,今天先冰冰箱 明天可能煮個酸辣湯吧 把它加到湯裡面吃,或是直接蘿蔔 蘿蔔湯加進去也很好吃 很天然的肉味 很香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做出來喔